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Channel 10电视摄像头的记录 安全驾驶员当时正监控车辆 但在其闯红灯时并未踩停 Modala首席执行官M-Nan Shoshay称 电台工作人员摄像头里的无线收发装置产生了电磁干扰 以致交通信号灯转调器发出的信号受到破坏 即便车在摄像头准确识别出红灯 车辆依然无视该信息 并依照转调器发出的信号进行操作 此外他补充道 该事物已得到纠正 Shashua还表示 M-Nan Shoshay 正在修改硬件程序 以保护车载电脑免受电磁干扰 防止此后发生类似事件 公司在耶路撒冷的无人车队测试照常进行 且并未接到任何汽车制造商的投诉 上周Nobawa宣称 公司在开发完全无人自动驾驶车辆方面 已能够和同行匹敌 此外 公司已在耶路撒冷进行无人驾驶车辆测试 测试原型车在行驶时 并未使用激光或雷达等传感器 而这恰恰是其他竞争对手所倚重的 上个月 另有爱媒现场观看了 Mobileye 无人驾驶车测试情况 尽管耶路撒冷交通拥挤混乱 车辆在纸装有摄像头的条件下 还是很好的玩 成了任务 2017年8月 英特尔宣布完成对以色列ABS公司Nobawa的收购 交易规模达150亿美元 成为以色列科技史上规模最大的收购案 宝马集团及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 FCA等公司 均计划在自家无人驾驶车辆中使用Mobileye技术 现今 Mobileye测试的无人驾驶原型车并未使用激光和雷达技术 一旦证明仅安装摄像头 无人驾驶系统也能正常工作 公司将把激光雷达等传感器列为冗余 但是 诸如Mobileye之类的公司 用无人驾驶车 完全体换相当数量的传统车辆 恐怕还有待时日 刘采军